流云借风针军?真不好意思,我们…… 玩笑话罢了,你们踏入此地之时,我便早已觉察。 哇,不愧是仙人! 如何?你们是专程来找甘雨叙旧的吧?看你们相谈甚欢。 哦,那看来有些话不投机吗? 没关系,这话题可是我擅长的事,毕竟千年来很多时候,要自己和自己聊天,打发时间。 对了,既然是甘雨的朋友,那我给你们讲讲甘雨这孩子小时候的故事吧。 喂,流云真君! 这有什么?你小时候那么可爱,你的朋友们也肯定很想知道吧。 想听,想听! 啊…… 甘雨这孩子呀,从小最喜欢的事就是被摸摸头上的脚。 那会儿我照看他的时候,总是要我摸着脚才能入睡。 哇…… 甘雨那时候还胖胖的,胖到什么程度呢? 所以我上山的时候,只要烧意失足,就会咕噜咕噜滚到山脚。 …… …… 有一天,甘雨撞上一个仿仙的人,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活生生的人类。 ……想不到,居然把他吓得躲在石缝里两天两夜。 所以…… 我找到他的时候,他一边哭一边和我说有怪物。 …… …… 流云真君! …… 算了,差不多到了修行的時間了,我先走了。 嗯,我只是想緩解一下你們之前的尷尬而已。 你成功地讓尷尬的程度翻了好幾倍呢,真是厲害。 是這樣嗎? 說回甘雨的事,其實我很欣慰你們能來找她。 我始終覺得,她這樣留在絕雲間,其實對她來說,恐怕不是一件好事。 就讓我稍微跟你們講講有關她的事吧。 謝謝大家。 謝謝大家。